蕭委員長 蕭委員長,在我們討論預算之前 首先我想很多委員都共同非常關心 現在東南亞地區,尤其是越南的政治情勢 影響到我們在海外台灣人的 經濟以及生活上面的安全 以及相關的權益 那麼對於第一時間 我們的政府其實在最緊急跟危機的狀況裡面的時候 沒有辦法讓我們在海外的台商 感覺到政府是它最強勁的後盾 而是隔了好幾天 我們才開始看到整個國安機制的啟動 我覺得就這個部分是比較遺憾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不斷的在建議 包括外交部、經濟部、還有蕭委會也好 是不是在這個人力的調度上面 能夠考慮在現在東南亞的情勢 不管是越南、在平洋地區也好 那我們這幾天其實衝突不斷 一直到中國這個專有平台 這個專有計畫的第二期 是預計要到颱風季來的時候 它才要結束 那中間恐怕還是繼續衝突不斷 那中國跟越南之間的這個緊張跟衝突 其實我們跟中國本身本來就是國家利益不同 我們在經營周邊國家的方式也不同 中國做一個崛起的區域強權 它在整個勢力擴張的過程當中 跟周邊國家會產生緊張這是必然的啦 這是早晚的事情 而且不是今年就會結束啦 以後還是會衝突不斷 但是我們在跟這些周邊國家經營我們整個戰略的角色跟方向 本來就是不一樣 可是我們今天卻變成中國跟周邊國家關係緊張的一個最大的受害者 那我們在那裡的台商我們在那裡的台橋其實它們都是我們國家的資產 強化我們國家不管是這個發展我們整個經濟實力到海外的一些據點也好 或者是它們轉為一個服務當地的一些公民的力量 像我們在泰國看到在機場的義工 或者是在做很多包括對於一些貧困或者是弱勢族群的協助幫忙 其實都扮演非常重要的台灣之光的這個角色 可是在正需要的時候 我們卻沒有去加派人力去跟他們做更多的這個關懷 我相信你們第一線已經派駐的人不是沒有做事啦 只是因為我們人力不足 這個緊急狀況發生的時候 包括資訊很多人失聯 那你們人力這個不足的一個情形之下 讓很多台商覺得說我們的政府在哪裡 當然不是只有你們還有外交部 那我們也難免不知道菲律賓是不是哪一天 最近跟中國之間有很多的這個 因為南海地區的主權 我們現在的整個人力配置是不是應該重新再做一個檢討 是 我跟委員講的非常的對 因為我們對東南亞地區的這個僑情 其實我們關注的程度非常的高 剛才所談到對越南這件事情 其實當天暴動一發生 我們僑委會就立刻跟所有台商的領袖 跟我們的僑務榮譽人員都一一聯絡上 然後跟他們了解狀況 其實我們掌握狀況在當天晚上 我跟越南的幾個領袖全部都通過電話 而且知道說現在狀況發展到什麼狀況 到第二天早上我已經持續地在跟他們做聯絡 所以我相信我們對當地對他們僑胞 他們都可以感受到 就最少在台商系統 他們一定可以感受到僑委會對他們的關心 但是支持上有多少不一定 我不是質疑說你沒有做事 我相信你也都有打這些電話 但是你畢竟都只是跟幹部 去跟他們的領袖 那一般的台商包括要躲在垃圾堆裡面躲了三天 那很多等等的一些緊急的狀況 這些報名進來破壞的時候 這些台商的無助和無奈 我想都不是說用我們打幾通電話就能解決的 我們要思考的是整個長期在東南亞 如果我們國家認為這個東南亞地區 是我們一個重點 尤其是台商要去重點發展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相對在僑務上面的資源跟人力 也應該要加以投入 那你們這幾天在越南有沒有加派人力 我們有加派一個人過去 你們現在有幾個僑務人員在 我們有一位在福治民市 福治民市那很遠啊 那南區在南部沒有 就是福治民市在南區 對 我們有派了一位 那河內 河內那邊因為沒有狀況 那沒有狀況 所以我們在那幾天 所以你們整個越南現在只有一位僑務人員 對 在福治民市 你覺得這樣夠嗎 我們原來以為是夠的 現在看起來這個狀況 對於監管福治民市跟柬埔寨 我們應該要有別的思考 那我們最近在泰國 我們也加派了一位 所以泰國現在是有幾位 三位 有三位 那越南是一位 菲律賓幾位 菲律賓兩位 印尼兩位 馬來西亞兩位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配置 我覺得還是不夠啦 當然我們全世界各地都有台僑 美國也很多 日本等其他地區 可是相對來講 就情勢的整個變化 跟我們海外僑民所需要的 這個政府給他的一個力量的支援 其實應該是要重新去思考 好的 我們願意再思考 那這個也跟今天我們在討論預算是有關 我知道你們一直希望在歐洲成立這個僑教中心 那我們也一直很關切 你既然要成立這個僑教中心 因為畢竟在歐洲的台僑人數是非常少 你就整體的全球的僑民的這個配置來講 其實還是東南亞人數是最多的 那你歐洲你說四十幾萬 你是把那些老僑 包括從來沒有來過台灣跟台灣沒有任何關聯的 只要是華人你都把它算在裡面 可是事實上這些人的國家認同 已經跟台灣有相當的疏離了 那我們其實優先要服務的對象是由跟台灣出去以及台灣出去的這些僑民的第二代 其實在歐洲人數而且散佈各地相對是比較少的 在華國大概一萬一千多人 在華國台上一萬一千多人 你光一個泰國就十幾萬人 你泰國才配兩三個人 那你法國要花這個大筆錢 我今天不是說你法國不能成立 你如果他的戰略運用 包括你們說要去結合教育部的這個華語的這個推廣等等 可是這個是要做非常細緻的這個資源的配置的一些算計 而且甚至不是只有你僑委會 你還有我們國家其他的這些相關的部會 你們說一年要辦一千多個活動 我就不相信你派一個僑務秘書有辦法平均一天辦五六個活動 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對不對 你還要再搭配多少的人力在這邊來活化這個管處 你們自己在資源的運用跟配置上面 要做更精密的算計 我想這是我們當初對預算有所保留的主要的原因 我了解 我完全了解 那包括你現在花這個在法國 我們現在法國僑民人數是一萬多人 可是相對來講我們整個經濟以及僑民人數 整個重心其實是不在那個地方 我還是要講 你不是說不能去那裡開發 你包括你要結合國家其他的文化啦 教育其他的這些需求在裡面 可是這個就跟你整個管的這個中心的管理 人員的配置都是有關你後續的配套都要進來啊 那你這些配套沒有做很好的規劃的一個情形之下 會讓我們覺得我們整個國家的僑民的戰略中心的資源的配置 會產生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真的很想做的是他是一個歐洲的總部 是一個歐洲的僑務的一個中心 那麼不是只有華國的中心 那你們打算要配多少人在那裡 你這樣一個中心你光是管理這個中心 你每天辦活動的 這是兩個方面的思考 一個是Routine Work Operation這個部分 就是操作層面這些人力 那照你正常你在越南是一個人 Routine Work你是一個人的配置 還是你是打算有多少人的配置 在越南因為它沒有一個中心配置 中心它有一般的行政的業務的人力 那個是另外一個層次的考慮 那我們剛剛考慮這個是戰略層次 就是說你對於它整個政策面 你要怎麼樣推動整個對歐洲的佈局 因為你要讓它產生效應 你就一定要有人力嘛 那你這個人力也許未必只是你喬爾會 你還有其他部位 那大家對這個中心 它的一個戰略需求是什麼 我覺得這裡面還有太多的這些問題 都不是在你們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有完全去解答的啊 所以我們願意再跟委員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我想我們今天只能書面上呈現 是可能還不能夠滿足到委員的詢問 但是我們願意再跟委員做一下 更深入的一個思考跟報告